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帮他成长意味着帮他了解自己应付的责任 帮他探寻他自我的使命 在关爱中建立纪律 在纪律中展现关爱 过分的严苛和过分的纵容都不是最好的选择 这两者的尺度如何拿捏 是每一个想关爱他人的人要学习和训练的 最令人振奋的是我们人类有惊人的学习能力 只要能够利益他人下决心学 没有学不会的道理 一开始老师说 真正的关爱一个生命一定会帮他成长 其实呢 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最需要的就是成长 成长的内涵是什么呢 成长能意味着 离苦得乐的能力的增长 慈悲跟智慧的增广 如果专门用佛法讲的话 就是你烦恼障跟所知障的进化 这个就是成长的内涵 那这几个内涵都相通的 烦恼障所知障越来越进化的时候 你当然慈悲跟智慧会越来越增广 然后你当然这个离苦得乐的能力会越来越强 那这就是生命成长的一个特征 就是真正的关爱一个人 你就是要帮他成长 后面老师讲 帮他成长意味着帮他了解自己应付的责任 帮他探寻他自我的使命 在关爱中建立纪律 在纪律中展现关爱 所以你会发现说 老师这边讲的关爱的内涵呢 包含了什么 包含了责任 使命跟纪律 好 自己应该负的责任是什么 对自己对别人离苦得乐 应该负的责任是什么 然后自己的使命是什么 其实使命还是帮助大家离苦得乐 那因为你要达到这个目标 你一定有一些纪律 要遵守 什么可以做 什么不能做 要学清楚这样 所以真正关爱的内涵 事实上是包含了责任 使命跟纪律的 这个都是生命成长不可或缺的 好 所以关爱必须包含这些内涵 很多人想到关爱的时候 可能并没有像老师这样子 想到关爱里面其实要有这些内涵 后面老师说 过分的严苛和过分的纵容 都不是最好的选择 这两者的尺度如何拿捏 是每一个想关爱他人的人 要学习和训练的 那讲到尺度拿捏的时候 大家都会觉得说很困难这样 但尺度拿捏的原理在哪里呢 我们关爱别人的尺度拿捏的原理在哪里呢 又不要过分的纵容 又不要过分的严苛 那尺度拿捏在哪里呢 其实有一个思考的角度还蛮清楚的 你拿捏尺度的原理就是 在于说到底你能不能传递出正确的正向的关爱力量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只有我们在照跟师长佛菩萨相应的页的时候呢 我们才能够深刻的接收到 师长佛菩萨他们心中对自他一切有情的这种很深广的关爱 也才能够顺利的把这份关爱跟加持传递出去利益众生 也就是说 所谓的关爱别人呢 我们是希望能够传递师长佛菩萨的关爱 这样的关爱呢 方向最正确能量最高 也没有杂染 对自他的生命都是最有利益的 这个跟我们凡夫自己想的关爱 自己能力所及能做那一点点关爱 这是完全不能比的 所以呢 你在面对你要关爱的对象 你真正要拿捏的尺度 你考虑的原理呢 其实是我怎么样让我自己的行为 跟师长佛菩萨相应 这样我得到他们的加持 我深刻的接收到 师长佛菩萨他们心中 对我对一切有情的关爱呢 那我才能自然而然的 把这份关爱传递出去 重点就是要造 跟师长佛菩萨相应的业这样 如果用皈依学处来讲 广论上面皈依学处来讲 就是说自己安住于皈依之后呢 因为悲悯的关系 因为也要帮他离苦得乐的关系呢 自己安住于皈依之后 也帮助其他众生也能够安住于皈依这样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时候 我们怎么造跟师长佛菩萨相应的业呢 就是在我们学习关爱众生的过程当中呢 如对圣言向内调伏还有将护他心 都是我们拿来衡量跟检视至心的重要尺度 如对圣言当然你要意念师长佛菩萨 不意念他你就根本没有想到要皈依 然后一定是向内调伏才能够跟法相应 跟师长佛菩萨相应这样 向内调伏有一个要领之前也常常跟大家讲 你千万不要认为境界是从质方成立的 比如说这个人调皮这个人坏啊 你不要认为说他从他质方成立本来就是坏 本来就是调皮 是我们的心安利的是我的心造业所感得的这样 好那这个是向内调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要素 另外一个就将护他心 你有了前面两个基础之后呢 你在保护他的心 就是自己在面对他的时候 要注意自己的言语啊行为啊 不要让他的心造恶业 能够善巧引导他的心造善业这样 就当你能够慢慢这样子 往这些方向去努力的时候呢 你的官爱的内涵啊 你官爱的能力啊 还有你传递出来这些利益众生的效果 一定可以跟以前很不一样 后面老师说 最令人振奋的是 我们人类有惊人的学习能力 只要能够利益他人下决心学 没有学不会的道理 那为什么我们会拥有 惊人的学习能力呢 我不要讲太快 你们自己想一想 为什么我们会拥有 惊人的学习能力呢 特别用惊人这两个字 意思就是说 超乎我们自己原来的想像 这样才会惊人嘛 对不对 好 还是你说超乎你的想像 你也不会觉得被震惊 那你是 超乎你想像还不会被震惊 那会怀疑你有没有神经 为什么我们拥有 惊人的学习能力呢 最重要是因为心是没有自信的 我们的心是没有自信的 所以呢 愚痴无名不是心的本性 就是 你对一切法的不了解这件事情 这样的愚痴无名呢 它不是我们心的本性 好 它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可以被进化的这样 这点就很重要 那既然愚痴无名不是我的心的本性 就代表说我的心的本性 是有能力去了解一切法 这是我们为什么拥有 惊人学习能力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同样从一切法无知性的角度来讲 所有存在的法也都没有从自方成立 它自信就是我学不会的这样 所有存在的法也没有从自方成立 它自信它本来就是不能被了解的 学不会的这样 从这两个角度来看 会成立说的确我们的心是有 惊人的学习能力 但老师的开示当中其实也提示了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你为了什么而学习 你的动机是很重要的 所以老师说 只要能够立一他人下决心学 没有学不会的道理 一开始你的动机是为了要立他 这样的动机设斥之下 是跟佛菩萨相应的 你这样的下决心去学 学习怎么样关爱 学习怎么样去立别人 这就没有学不会的道理 这就没有学不会的道理 这样一定有佛菩萨师长的加持 一定有佛菩萨师长的加持 有很多空间 也不想按下 有很多空间 解误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